携手共进 山西加油 援助山西红星二克出手了 各方企业都行动起来了 默默无闻 默默奉献的山西 该得到更多网友的了解和支持 家里有矿的山西是我们共同的火炉 是我们共同的老家 在让我们冬天远离寒冷这件事上 山西一马当先 它点亮万家灯火 温暖千家万户 就像山西网友说的那样 14省的火炉烧的是我们的故土 大雨之前 山西刚和14个省签订了能源保工协议 那意味着山西放弃高架 为大家奉献光和热 产出全国 最多煤和醋的山西 也产出了全国最多品种的面食 山西是面食的宇宙 作用面食三百多种 山西是我们的老家 分合流域是中华为名的发祥地之一 当年梁思成和林辉英在国内 苦苦寻找唐朝的木制节骨建筑 当时隔壁某国断言 看大唐木工只能来他们那儿 深深刺痛了我们 历经六年寻找梁思成 终于在山西五台山找到了唐朝木建筑 打破了国外傲慢的论断 现在全国仅存的三座完整唐朝建筑 全部在山西 为此梁思成说 中国的最后一点点大唐鱼味都留在了山西 山西有53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数量全国第一 元朝以前的地上古建筑 70%在山西 所以历史圈里有 地下文物看陕西 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说法 山西地属华北属于第二级阶梯 属于黄河流域 家里有黄祖高原 作为黄河第二支流的焚河流域 有旧石器时代遗址20多个 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姚顺宇的主要足迹都在山西 为我孤乡在何处 山西红铜大槐树 明朝时山西曾上演过 规模空前的大移民 大槐树移民遍布11个省市的 220多个县 走西口也跟山西人有关 山西还诞生过大名鼎鼎的晋商 明清时候的晋商因为贵作买卖 一度让山西成了全国最富裕的地方 山西向来低调向来慷慨 多次捐款山西都冲在前面 援助河南并不富裕的山西 愣是筒备了7亿的物资 我们都该了解山西 那里是老家有我们共同的文脉 山西加油 加油